中国男子怒烧日本晋国神社 13天后再次火烧日本驻韩大使馆 事后皆能获得中韩两国庇护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1年韩国总统李明博 要求日本对位安抚问题谢罪 但日本首相却强硬拒绝 不仅如此 日本68名国会议员居然还光明正大去晋国神社参拜 众所周知 晋国神社是什么鬼地方 祭拜的都是二战罪恶滔天的战犯 可日本竟然将他们供奉起来 每年4月和10月 日本政客都会自发前去参拜 二战中受害国家对此意见很大 可日本并没有悔过之意 甚至还变本加厉 刘强看到该则新闻后 怒火中烧 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产生 他又毁掉日本引以为傲的鬼地方 首先他把时间定在他外婆的忌日12月26日 借此让外婆能够瞑目 然后开始筹备工具 先在福岛购买几罐汽油 然后将汽油放在宾馆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在行动之前 刘强提前几天到晋国神社彩点 勘测地形 他发现晋国神社虽说时刻 都有安保人员巡逻 但旁边的小侧门且四周都没有监控 逃跑的时候也非常方便 锁定好目标后 刘强便回到宾馆准备好火焰枪 当天晚上 刘强发现四处无人便带着工具 来到白天观察好的地方 没有一丝犹豫将汽油泼在神社的附近 以及他最讨厌的徽章上 点燃火焰枪 当火焰枪和汽油接触那一刻 大火迅速蔓延开来 做完这一切之后 为了不被人怀疑 他或缩往机场的方向跑去 不过他并没有上回国的飞机 而是坐上前往韩国的飞机 刘强这样做并不是想往韩国身上引 而是他剩下的计划要在韩国实施 到韩国之后 他又开始着手剩下的计划 依旧购买几罐汽油和火焰枪 然后到日本驻韩大使馆转勇 再次熟练将其烧毁 刘强究竟有多讨厌日本 才会火烧晋国神社 13天后再次火烧日本驻韩大使馆 火烧驻韩大使馆后 他并没有逃跑 而是站在大火面前等待抓捕 被抓后的刘强 将自己全部计划 以及作案动机都告诉韩国警察 韩国警方了解情况后 不仅没有将其关起来 反而给刘强提供住所 韩国的民众甚至将其视为英雄 可日本哪会甘于罢休 要求韩国将刘强引渡到日本 日本拒绝韩方为安抚历史的道歉 如今还想要交出刘强 日本此等行为引起韩国民众的不满 于是韩国一些正义之士开始在街上示威抗压 他们为刘强聘请律师团队为其辩护 韩国迫于压力只好判处刘强10个月的有期徒刑 刑满释放后 日本再次要求将刘强引渡到日本 我国得知情况后立马站出来 说道 刘强是中国人 就算要处理也要由中国自己处理 就这样 刘强被送回到中国 刘强究竟何许人也 为何如此冲动做出此等违法行为 刘强1976年出生于上海 他的爷爷刘强生曾经是新四军的一名将领 当年战争爆发的时候 刘强生也要被安排上战场杀敌 跟日本人大战几天几夜后 靠着简陋的武器和装备 把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 闻风丧胆 可却在另外一场战争中 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中 年仅30岁的爷爷就此丧生 他的外婆李南英本是韩国人 可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人抢卤到中国充当未安抚 每天都遭受非人的折磨 日本战败后 外婆也留在中国定居 虽说在中国生活的那些年过得还不错 每当想到当年的经历就整晚睡不着 外婆也因此身体每况日下 外婆一直都在等一个道歉 直到去世也没有等到 最后寒恨而终 刘强从小就听着这些故事长大 父母总是教导他要爱国 要无望国耻 要明是非 未安抚历史一直都是日本不可避免的历史 可日本却拒绝承认该事实 并拒绝向其道歉 如果当时日本就为安抚的问题谢罪的话 刘强也不至于火烧晋国神社和火烧日本驻韩大使馆 火烧晋国神社 13天后再次火烧日本驻韩大使馆 刘强到底有多恨日本 爷爷和外婆的遭遇让刘强愤愤不平 可他只是痛恨日本帝国主义 对日本民众并没有恶意 2011年 日本发生特大地震 连带引发海啸 当时很多被救群众心里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以及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 由于刘强曾自考心理咨询试证书 也曾经参加过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 于是自愿参加志愿者服务 3月份 日本再次因为地震引发海啸冲破堤坝 核电站泄漏等问题 可刘强由于只懂欲长一些简单的日语 要做专业心理咨询的话 还需要进修一下日语 在培训课上 刘强发现日本老师对中日学生的态度有所不同 对其他国家的学院笑脸相迎 而对中国人则冷言冷语 在日本人的历史课本上 还将侵华战争美化 当地很多日本学生甚至认为 当年的战争都是中国人不时好歹发起的战争 日本被美化成无辜者 也因为这件事情 刘强和学校老师发生过摩擦 校方一气之下将刘强开除 就算如此 刘强还是全心全意为受灾群众做心理疏导 他也因为这些善举被日本媒体报道出来 日本民众还将其称为真正热爱日本的中国人 如果不是日本首相拒绝就为安抚问题谢罪 就不会发生火烧进国神社和火烧日本驻韩大使馆的事情 如今再问刘强 你是否会后悔当年的决定 刘强依然不悔当年决定 重回祖国大帝的他 从未放弃过本心 加入琉球历史研究会 前心收集日本当年的罪证 只为有朝一日让日本人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刘强做这些事情 他就是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 刘强是你心目中的英雄吗